美食天天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三个步骤 要先把它处理好 然后再给它裹浆去炸 最后再给它裹上一层咸蛋黄 如果前期工作准备得好的话 它真的是可以作为新手菜 但是新手们在炸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火候和油温 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处理一下 蒸好的铁棍山药 现在其实是已经可以吃了 对 已经是可以吃了 还要蒸多长时间呢 削完皮之后 这个削完皮之后 蒸15分钟到20分钟就熟了 15分钟就会熟了 像我们这种出细度的话 15分钟就已经会熟了 这边的油炸粉已经调完了浆了 对 里面还有放什么东西吗 没有 就纯的油炸粉 但是调的浆尽量调稠一点 浓稠一点 如果想让这个炸出来的颜色更漂亮的话 可不可以加那个鸡蛋 可以啊 可以啊 但是油炸粉 它已经里面有配有一些 集资粉啊 树打粉之类的 就它已经会让它变黄了 变黄变好看了 如果是我们单纯用面粉的话 是要加一个鸡蛋 鸡蛋啊 好 我们切的差不多就是 三四厘米这样子的这个宽度 好 同边这我觉得也差不多 然后来 再来一下 好 然后我们把这些全部 加到我们的这个粉浆里面 然后这时候我们的油 我也可以烧烧 烧起来 其实我们之前在 呃 准备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油温的已经升温了一些 嗯 现在再给它加热一下 呃 油温需要六成吗 五成 五成左右 对 好 把这些东西我们全部拿过来吧 方便处理哈 这个放在这里来 鸡蛋黄的放在这里来 好 我们直接试一下油温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它本身里面是熟的 所以说只要外面那个姜 只要一金黄 我们这个算就算是炸完了 但是你这样放进去的时候呢 它自然而然油温又会降低了 对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看油温要 微微冒泡 微微冒泡这种五成油温这种 我们时候我们再开始往里面加 看一下怎么样 OK 现在就开始 现在可以了 开始冒泡了 我们这时候就 裹姜 裹姜 然后一个个往里放 一个个裹姜 一个个往里放 呃 不要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全部裹完了之后呢 直接扔进去这种炸 它有的这个姜呢 瞬间就会被划下来 对 有些又裹太厚 口感就会不好了 所以说还是耐心一点 一个个的这样子 裹好了 然后立一地 然后让它这个粉浆均匀 嗯 面上全部都给它裹上啊 对 而且这种炸法呢 是比较平静的 就不会像那种干渣或者怎么样 我在水分的会 会喷油 会溅油 这样对于新手来说不是很好 但这样子的浓稠的粉浆的话 基本上炸进去是很平静 嗯 为什么油温不要那么高 因为油温过高的话呢 它可能面上的已经 迅速的就变成了金黄 对 而里边呢 可能还没有什么特别多的 这种温度 你吃了那就口感的会稍微影响 对外面有一层焦焦的 然后里面还是不够不够那个 还是有粉状 就先炸几个是吧 对啊 我们就几个几个炸吧 这样子会比较好控制一点 那我们这个炸的时候呢 也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先把它放进去炸 这是第一次炸 是 第一次炸完了之后呢 因为我们是分批次嘛 我们炸好了之后呢 把它捞出来 然后再进行第二次复炸 复炸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呢 把这个油温呢 升高 升高的时候呢 就迅速能够 让外边的这个姜呢 变成金黄色 那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来 慢慢地去炸这个 铁棍山药 炸好之后 进行下面的步骤 炸完之后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个锅里啊 是不是非常的金黄 而且呢 晃的时候呢 可以听到这个响声 就证明它的表面 是非常的酥脆 在你炸的时候 我就想在这个里边 加这个地瓜 对啊 然后这个 南瓜 南瓜 什么各种 反正只要你喜欢吃的这个 都可以裹上一个牛炸粉 来进行一个炸制 是 一定会非常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 下面的一个步骤 要开始炒 咸蛋黄 炒完了之后呢 让它出沙 把这个倒进去 裹一下 是 所以你没有调料吧 没有调料 因为这已经很咸了 这个咸蛋黄裹在外面 也很咸了 但是在炒咸蛋黄的时候 一定记着不要用热油 对 就很热很热的这种油 一下子就去 我们要慢慢地把它炒化开 就是出沙嘛 嗯 而且咸蛋黄呢 也可以和很多的这种食材 进行搭配 比如说玉米 青豆 金沙玉米 金沙玉米 很多就是很多的女生 都特别喜欢吃这样的一道菜 是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锅里呢 已经慢慢地开始起沙了 好的咸蛋黄 那本身自己就有一股油啊 对 咸蛋黄的那种油 马上就起泡了 最好就是耐轻一点 把它剁碎一点 那那个沙粒会 就是那个 裹在外面的那个会更细腻 但是其实如果在家里 你要把这个咸蛋黄 全部都切碎的话 它那个里面的油呢就浪费了 是啊 所以呢我们就切成块 切块的时候呢 放在锅里的时候呢 慢慢地去给它用铲子 亚水 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 所有这个 炸好的铁锅山药 放进来跟它进行融合 融合 好香啊 这个咸蛋黄的这种味道 对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加一点这个葱花 把葱花全部加进去 我现在可以关火了 关火了 可以完全关火了 我们把葱花加进去 还是一样 就是让它有一点点的这个绿色 对 如果你喜欢吃香菜的话 也可以裹一点这种香菜 都行 对啊 而且这个裹完咸蛋黄的这个皮 它可以酥脆 比你这个油炸 关油炸的要久 要久很久 特别酥脆 那就是说 这个15分钟以后 我们吃到的这个表皮 它依然是酥脆的 就是油炸粉的 对 如果你要用面粉的话 它可能一会儿就软了 那现在这道菜呢 我们就已经 基本接近大功告成 因为等会儿 还要有一个装盘嘛 在这个时候呢 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整道美食的烹饪过程 咸蛋黄具山药 原料有咸蛋黄 山药 油炸粉 葱 一起来看看它的做法吧 山药事先去皮蒸熟 切块 油炸粉加适量清水 调出线性面糊 备用 热锅热油 山药裹上一层面糊 入锅用五成热的油温 油炸至金黄酥脆 另备一口锅 热油 加入咸蛋黄炒成末 山药回锅翻炒均匀 撒入葱花几个 山药的肉质细嫩 含有极丰富的营养保健物质 其所含的胆碱和卵磷脂 有助于提高人的记忆力 长食肢可强身健体 延缓衰老 是人们所喜爱的保健家品 你的肠胃作操 本节目由君瑶未动力 特别呈现 看完了回顾之后呢 相信大家已经学会了 这样一道新手菜 也是叫快手菜 最近我一直在听一首歌 就是张杰自己创作的一首 我们的发光时代 其实听完这首歌之后 我有特别的感悟 每一个普通人 它都可以成为一个发光体 为什么有些人说 一人战斗舞台 就是闪闪发光 为什么我们在底下生活当中没有 你觉得区别在哪里 看用心 用心 我觉得真的是想要想让自己成为一个闪光点 首先得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有一个远大的理想 并且为着这个目标而不停地努力和奋斗 那么同时呢 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 包括在人生当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 你要有挑战这个各种困难的决心 信心和勇气 只要是不懈的努力 我相信呢 每一个普通人也都能够成为一个发光体 那么就让我们大家共同迎接属于我们的发光时代 哇 说完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浑身充满的这能力 真的以后空也可以听一下这种张杰的歌曲 我们的发光时代 我觉得听完了之后呢 会让我们充满这个满满的能力 那么谢谢小株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也要谢谢凉茶领导者金冠家朵宝 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 谢谢电视机关注朋友的收看 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